我在学法律 我是法学硕士 我当时是有两个学位 然后也是国际做法律顾问师 因为我家里面 我的父母很希望 我们家能处一个法官 或者是检察官 所以我一直是觉得 这是我爸妈的心愿 我很想去完成它 但是后来 在我28岁那一年 我突然感觉到 这份工作根本就不是我喜欢的 那时候我就做出一个决定 我想去做教练 当我把这个想法 跟我父母一讲的时候 他们好生气的 你给我滚出去 你怎么知道 我爸爸就是这么讲的 爸妈都不这么说的吗 包括我整个家族 那些亲戚他们都讲 说我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 就是一定莫名其妙 要去做教练 然后那一年 我不顾爸妈的反对 我一个人吃了产杀做教练 我刚去的时候 我爸妈跟我断结关系了 那一年他们不跟我联系 然后我租了一个 失误平民的小房子 然后上班的那个地方呢 坐公共汽车要一个半小时 每天来回要三个多小时 而且我第一次去应聘的时候 人家不要我 嫌我年龄太大了 他说我们这个教练 女教练都是十七八岁的小女孩 还没有你这种二十八岁 还过来当教练的 我当时很受打击 当时我的同事们都很排斥我 因为我是跨专业的嘛 我是从一个法律学生 然后去做教练 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 戴淘他有一个节奏 有一个口令 那时候我都不会 因为我的肺活量很差嘛 我开始上团操课的时候 喊口令 我一上课我就喘气 我第一节去上团操课的时候 我刚刚进去的时候 我记得有七八十个人在里面 等我上完的时候 里面只剩下两个人了 我那时候不懂 我连基本的节奏都不会 我听不懂节奏 我也不会带操 我那个时候我家住在十三楼 我就开始练我自己的肺活量 因为肺活量很差嘛 我每天不坐电梯 我爬楼梯 我从一楼爬到十三楼 然后边爬边喊口令 因为每天听到一个女的 每天爬的时候 一二三四加油加油 然后我那些邻居 他们都以为我是疯子 你来我问几个数据吧 到现在为止 先生多少年了 我运动的话是22年了 因为我是从13岁开始运动的 最高的执照是什么 我是我们国家 就是职业资格证书的高级教练 结婚了吗 我结婚了 就是你什么时候结的婚 31岁那一年结的婚 那也挺晚的呀 也就是当上教练之后结的婚 是的 他是不是也是一个运动爱好者 他以前是一个职业的运动员 这个有孩子了吗 我宝宝八个月了 那你高龄产妇啊 对啊 你今年36 我是去年生的宝宝 你赶紧告诉一下 他们怎么恢复身材的 很多人都说年轻 2456很好恢复 我是20天的时候恢复身材的 就是从我知道我怀孕开始 我就开始管理自己的饮食运动 因为我的整个孕期 我只增重了10公斤 那你孩子多大吗 七斤四两 也就是说他是属于那种体型 就是怀孕的时候只有肚子大 其他地方跟原来一样 薄片大象 今天你父母也来了 就是那个 你滚 不理解你的 让你离开家庭的父母 他们已经来到后面了 那来 我们掌声有请你的鼓 我来自湖南永州 湖南永州 我叫新金元 今年吃事非 我是自行时候的妈妈 来自湖南永州 永州 今年53了 刚才说到 你特别不认可他做教练 那个从小竟然生病 心地不好 老师三岁以后 他是在我们当地是学霸 学霸 他是每一次考试 他都是一年二年的 拿了很多的冠军 奖金 一支 一等奖 拿多都不得了 但以后呢 也考上了很好的大学 以后 他是考试公务员 他不去 他要搞他的教练 所以说我们全家大小 都有意见 我觉得这个女孩 不听话 那你走了 不要你了 我没这个女 因为我四个小孩 小了一个算了 就这样 那现在看到 他取得的这些成就 那你又是什么感受呢 现在改过来了 比较 如果不改过来 我今天不会来 那 也改过来了 那你有什么想 对爸爸说的 对爸爸妈妈一起说 爸爸妈妈 我知道 在你们心中 我这一辈子 没有进检察院 或者是法院 带一名法官 或者是检察官 是一个遗憾 我觉得这份工作 就是可能会给我 带来荣耀 可能会给家里 带来荣耀 但是那不是 我想要的生活 我觉得现在 我作为一名教练 传递给大家的是 阳光 是健康 带给很多人 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我觉得大家现在 很尊重我 这一份工作 让我很有社会价值感 而这份社会价值感 是我在法院 警察院工作 可能我觉得 是感受不到的 我们家有四兄妹 从好到大呢 我生病 然后 家里为了我看病 确实很折腾 尤其是在我们家 那个时候 家境那么困难的情况下 而我呢 十六岁开始 就开始在外地上学 我在你们身边的时间 是最少的 同时我感觉 我进的校也是最少的 我现在想跟你们讲的就是 以后 我会多的花时间陪你们 因为以后无论工作再重要 前途再重要 宝宝再重要 都不如现在你们 在我心里面重要 来 一起抱抱 爸妈 我爱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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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